六步驟推论遗传因子在染色体上 1.大家本来就知道是金子跟卵结合之后产生的子带 2.萨登跟包法力 由孟德尔的护胶实验推论出 金子跟卵对子带的贡献是相同的 3.金子跟卵的大小差异很大 但是细胞核却是很接近的 代表应该在细胞核当中 4.包法力发现染色体数目异常会造成胚胎的发育失常 5.萨登从减速分裂一发现 同样染色体分离其实就是孟德尔的分离率 非同染色体的自由组合其实就是孟德尔的独立分配率 6.精卵结合后同染色体又恢复成对 跟孟德尔认为清代双方各贡献一个遗传因子 子带最后就会有成对的遗传因子 是不谋而合的 所以包法力跟萨登这些推论遗传因子 一定是位在细胞核的染色体上